主料,油豆腐200克,白菜250克,辅量,油,盐,酒顺姜汁,酱油,13香,葱,姜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准备白菜,油炸豆腐,酒顺姜汁和蒜苗大葱,将油炸豆腐切零形片,白菜本菜叶和白菜帮分别切片和丝,葱和蒜苗斜切断味用,炒锅放油, 下入葱段爆香,下入白菜丝,煸炒,放入少许食盐,三香,酱油和酒顺姜汁,将煎好的油炸豆腐片放入锅中,放入少许豆豉酱翻炒均匀,将白菜叶片放入,翻炒均匀入味,菜熟后,放入蒜苗炖翻炒,装盘即可食用,烹饪技巧,白菜帮切丝,提前下锅炒,是感觉哪个部位难尽味? 平时因为不洗这个部位的味道,都是丢掉不吃,特别炒一笑再吃,还是不错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se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